比特币的期权交割 市场上都是获利筹码 这车似乎有点重啊 挖矿难度小幅回落 全网算力还是涨的 矿工依旧是躺赚 比特币ETF资金流入破了7.56亿 市场信心是恢复了吗 GBTC的抛售潮过去了没有 ETF的吸金王诞生了 方舟的骚操作令人费解 比特币的现货ETF成了资本们的心床 大机构的财报马上就出炉了 美联储还能维持多久的高利率 本周的金融市场会是风云变换 从CashPass到智能收据 PayPal会挑战旧的电商模式 用加密货币重新丈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变有钱 1月29号星期一 币链何在 我是Michael 我们先来看由Deepcoin挂名 并且提供的币圈24小时的数据整理 上周五我们提醒过大家要注意 期权交割的最大痛点 就是在国内交割时间16点的时候 行情达到了预期 比特币来到了41,000美元 随后小幅带动比特币的反弹 最高处接到了42,842 有不少投资者开始喊牛回来了 触底反弹了 但是数据显示资金费率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依旧维持小幅振费力的一个趋势 而且期间还出现了小幅回落的迹象 表明比特币的短期的上涨动力可能会稍微强异丢丢 但是整体的博异态势还是非常均衡的 所以这次反弹结束之后 大概率会重新回到4万美元附近 不幸大家走着瞧 加上宏观面真的不太乐观 美联储维持高利率太久了 也存在非常大的回调和爆雷的可能性 这次的黄金到底有多深 什么时候入手是最合适的点位 请点关注今天上午8点周盘结束之后 我们会员专属的周评 好 再来看一个指标叫做NUP2 它是什么 是市场所有的代币 它的盈利或者是亏损的总额 这个值如果超过0 就表明市场的投资者处于获利的阶段 超过0.7说明利润处于高位了 可能会有砸盘的情况了 如果低于负的0.2 表明利润处于亏损地位 适合什么买入吞币 那现在段NUP2值维持在0.4的上方 虽然处在高利润的区间 可是大家看到已经出现明显的回落的趋势了 说明什么 后续的市场仍然有非常大的回调空间 当然短期之内会有不停的向上插针 或者震荡行情的走势 我们在周评当中已经从时间空间上面 给大家分析了为什么高点会越来越低的原因 当然这种向下回调越多 持续时间越长 未来的风牛行情就会越猛烈 好 来看一下比特比挖矿难度 最近一年挖矿算力一直在稳定的保持增长 就算是面临减厂挖矿的难度增长也没有停止过 只是上周比特币的挖矿难度小幅回落了4% 当然这和市场的交易活跃度下降 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而比特币的全晚算力 在过去的6天之内是增长了10.99% 7天的算力达到了535亿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矿工群体的 躺赚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这里我们可以推荐两个趋势 第一个趋势就是短期内矿工 依旧处于超额收益的阶段 矿工的成本大致是在31,000美元附近 第二就是矿工群体对于中长期的市场 行情信心是十分充足的 明显是在为新一轮的牛市 在做铺底的准备了 其实只要比特币链上交易足够活跃 那么矿工除了超额的挖矿收益之外 还有额外的高额插队的手续费的收益 好凯牛熊周期和市场动态不谈 矿工或许是最为稳定的 获得稳健的比特币收益的群体 不要忘了所有的币都是在给比特币打工 所有的比特币生态都是在为矿工打工 好 请您点赞 我们来帮您梳理24小时 您必须关注的加密赛作的新闻 大项目的小事情 小项目的大事情 我们都免费为大家提供新闻服务 所以如果您有新闻线索 欢迎给我们提供 在最近这段时间 比特币的市场动态一直是备受大家关注的 特别是比特币ETF和辉度的GBTC的抛售潮 这个数据我们关注了起码有一周的时间了 所以他们的每一个动向 都会引发市场的广泛讨论 也会引发比特币价格的波动 然而根据最新的数据 大家看到似乎有一股新的资金 正在流入比特币的ETF 而GBTC的抛售潮 现在也慢慢的接近尾声了 在过去的几天时间里 大家看到比特币ETF遭遇到了连续的资金流出 而最近的五天情况发生变化了 数据显示GBTC的资金净流出规模 自22号达到6.4亿美元高峰后 已经连续4日下降 表明GBTC抛售潮可能已放缓 而在GBTC转换成现货ETF上市后的12个交易日内 累计净流出已达到50.4亿美元 目前比特币现货ETF的历史累计净流入为7.56亿美元 灰度GBTC仍持有200.58亿美元的净资产 比特币现货ETF总资产净值为267.4亿美元 当然至于资金的回流 大家可以理解为就这段时间 比特币反弹的一个重要的买盘了 大家看到GBTC的负益价已经接近和比特币的实价相等了 所以它的抛压减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是大家要关注一个问题 如果以庄家的行为来讲 以资本和机构的这种操作方式来讲 它会不会在42,000或者4万以上去高位接盘呢 我觉得不会 如果是机构它一定会把价格砸下来 砸到4万以下或者更低砸出一个恐慌来 这个时候才是资本进场的最佳时机 而我们在前两周就开始减仓了是吗 我们短抽期的仓位 现在已经拿到了接近60%的仓位 外面放着的全是我们的利润 那我们就持着忧等待黄金坑的出现就可以了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ETF上市之后这11家机构要争的是什么 这个手续费谁更便宜 所以大家看到财大气粗的贝莱德拔的头筹 他的旗下的比特币ETF叫做iShares ETF 那现在已经达到了20亿美元的规模 稍微超过了复达的WBTF 而且它的手段就是降低手续费 我们看到iShares它的手续费怎么规定的呢 就是12个月或者说前50亿美元的资产规模 都只收0.12%的手续费 然后计划这个费用会提高到0.25% 所以您看将还是老的拉 虽然说比特币是年轻人的产物 可是背后投资的搅动机构风云的 还是华尔街的大佬机构 相比贝莱德另外一家华尔街的巨头 方舟基金木头姐的ARK 它的操作就有些另类了 ARK Invest在过去的一周 继续抛售ProShares 比特币信托ETF的股份 方舟也在积累自己的 比特币现货交易所交易基金 凯西伍德木头姐自1月19号 已经从Next Generation Internet ETF中 卖出了总计222万6191股 比特币期货ETF 按周四收盘价19.22美元计算 价值约为4,280万美元 同时ARK Invest购买了ARK 21 shares 现货比特币ETF的156万3619股 价值约为6,230万美元 ARKW现在持有ARKB 价值9,140万美元 占据了基金总价值的5.98% 其BITO股份现在仅为366,128股 价值700万美元 占比0.46% 要我说这比特币ETF的增长 现在才刚刚开始 好戏才刚刚拉开帷幕 大家还记得黄金ETF增长曲线吗 这说明了比特币的ETF 才刚刚开了一点头 也难怪大佬们持续的压住 对吧 华尔街大佬买入比特币重仓技术股 木头姐现在抛了别家股票 买自家的ETF 这说明什么 说明机构后面还将会为了 比特币的ETF大大出手 咱们借着这乱户劲就可以赚一笔 所以福气还在后头呢 金融市场的狂欢周 美联储和科技巨头的财报 会发生什么样的激情碰撞呢 PayPal将会拥抱AI 来挑战用户的现金回馈方式 挑战电商 PayPal能不能占到便宜 美联储会降息吗 这是所有的币圈人都在问的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去年12月份 已经连续第三季度暂停升息了 现在的基准利率5.25到5.50 已经保持了一段时间了 而且近期美联储更是放出了隔开信号 预期24年它会至少降息三次 那2024年的年终的利率中位数估值 市场普遍预期是4.6% 那就在市场的热切期盼的背景下 美国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在本周的30号到31号 举办首场的年度会议 那除了这个会议之外 我们还得关注周五会发布的美国的非农数据 12月份这个数据是21万6千人 1月份市场预期是17万7千人 如果周五公布的数据大幅高于17万7千人 那说明什么 三月份降息想都别想没戏 也就说明离我们的黄金坑不远了 目前市场预计 美联储决议将联邦基准利率 维持在5.25%至5.5%区间不变的几率为97.9% 认为将降息一码至5%到5.25%的几率 仅为2.1% 对此素有美联储传声筒支撑的华尔街日报表示 由于经济持续稳健成长 预料美联储不会在本周降息 同时包括苹果 微软 超微 Google母公司Alphabet 高通 亚马逊 脸书母公司Meta等 多家科技巨拨都将在本周公布最新财报 虽然说市场都会预期维持利率不变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变数在哪里 大家看在过去的一年 大部分时间标普的500指数走势最强的科技业的 7巨头当中Alphabet 苹果 微软 亚马逊和Meta 这5大巨头 它的总市值加起来占了标普的25% 所以它对美股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这些公司因为加息加的收益下滑的话 整体市场的走势一定会偏弱的 所以这也是投资者们迎接美股的金融盛宴的最佳时机 那这也是改变美联储降息周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码码 我现在曼哈顿我们满大街都能看到比特币的提款机和取款机 和伊斯坦布尔和台北不同的是 这些提款机是整合了传统金融的 也就是说您拿着Visa Master银联的卡 既可以在里面取传统金融的钱 也可以把比特币转化成美金 但前提是你得有美国的手机号码和美国的银行卡 那其实在支付上面 PayPal这个支付业的巨头 它对于加密货币的际语是非常深的 大家看到令大家震惊的是 它悄不生气的发了一个PYUSD的稳定币 这可以让大家吓出一声冷汗对吗 但是PayPal在业务的整合上面是非常激进的 现在开始拥抱AI推出一系列的创新产品 它现在要整合你的消费习惯 然后根据你的消费习惯 去给你推荐最适合你的现金回馈的方案 并且说还要和大盘去合作 意味着您将会在你最常关注的地方 获得额外的现金方式的回馈 这无疑将改变大家的理财和消费的方式 透过利用AI分析个人消费模式 CashPass将提供量身定做的现金回馈机会 预计于3月推出的CashPass 将与顶级公司Rubest Buy Ebay 麦当劳和沃尔玛合作 PayPal不仅对终端用户有益 也针对商家推出其智慧收据功能 这个由AI驱动的工具 可以基于客户以往购物行为来推荐购买 增加回客率 商家可以利用这一点提出个性化建议和现金回馈 增强客户忠诚度和参与度 At PayPal, we are on a mission to revolutionize commerce globally PayPal handles transactions for nearly 400 million consumer accounts And 35 million merchants in more than 200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That's almost 25 billion transactions a year About a quarter of the world's more than 6 trillion in e-commerce each year But even more importantly Shoppers trust PayPal to power their payments But now the world is experiencing its next breakthrough in technology The age of AI 那么市场对于PayPal去拥抱AI的反应 其实并没有太积极 大家看到消息公布之后 PayPal的股票PYPL只是微微的涨了 1.76% 然后就开始跌了 其实PayPal应该学一学像MicroStrategy 像这些完全拥抱Web3拥抱加密资产的企业 他们的股票涨得多猛 如果你不是拥抱AI 是完全all in到数字资产支付解决方案的话 我相信你的股票表现会是另外的景象 好 来看大时间 数据显示3A游戏平台SkyArk 创世NFT销售合约地址存款量 突破5万枚ETH 约合1.15亿美元 日前Solana网络1月新增地址数量已突破1000万个 目前仍在继续增加中 创下自2022年5月以来的历史新高 Sui在X平台发文表示 其以上线Mu的新功能 Transfer to Object 这使Sui可以通过另一个对象 接收一个对象 而不是通过账户地址 过去24小时比特币链上NFT销售额约为919.5万美元 位居第一 此外 以太坊链上NFT销售额约为845.8万美元 排名第二 Solana链上NFT销售额约为505.5万美元 排名第三 去中心化社交网络Fankast的团队人员 丹罗梅罗在X平台表示 昨日Fankast的注册人数突破7万 很多人在问为什么要买矿机 买现货定投不香吗 当然没问题 但是矿机是什么 矿机也是一种定投 你每天交的电费 我们以R421现在的机王为例 您是在以每天15000左右的价格 在定投比特币的 定期的现货定投没毛病 但是在下跌区间 您的现货定投站在币本位来讲 是越投越多的 但是如果牛市开启了 在上升通道上 您在定投在币本位来说 就是越投越少的 所以如果币价在2万3万左右 现货定投没问题 但是币价往上涨的时候 现货定投就显得不那么性感了 比特币矿机值得您了解一下 好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我们频道有价值 欢迎点赞转发 或者是评论我们的频道 我们希望带领所有的会员 在这一轮牛市里面 资产后面翻个零 一起慢慢变有钱 明天见